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來跟各位分享玩具啦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萬代乾爹 萬代老爺 在2022年所推出的一款 一開始還蠻震驚啦 可是實際拿到之後好像也沒有那麼厲害的東西 這個作為一個 PULA PULA就是他們的組裝模型這個系列的一個RG RG這個系列 我打死都沒有想到RG會做勇者 不過呢竟然做了 我們就來看看他這次勇者的表現 當然首當其衝呢 是做到爛掉審美疲勞的勇者王 Gao Gai Ga 這款我王海牙 當然呢做到真的已經審美疲勞了啦 他們家 SUPER MINI PULA騙一次 然後現在要再版了嘛對不對 然後再RG勒又騙一次 當然呢聽說RG的一個設計部門跟實玩的部門是分開的 所以他們兩個人的技術力呢是沒有互相有分享的 所以呢 RG在實際設計上又是另外一回事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組裝版縮小版的 廉價版的超合金魂 組裝縮小 廉價版的超合金魂 那當然這支訂價台幣 1000多塊啦 1400塊左右的台幣 當然呢可能有人拿的會更便宜 可惜呢不會再版是騙人的 他一定會再版 時間的問題 不要追 不要追 OK 那我們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啦 玩具的內容物呢 它是一個這麼大一盒的組裝玩具 然後呢組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它比實玩版稍微大一點點 那當然零件數呢是多到一個沒燒沒燒 光看到這個零件數 過了人我就軟了 好險我有乾爹 我有乾爹 乾爹就負責幫我把它組裝好了 乾爹真的是很有心 組裝好之後呢 才把它丟過來給我 我可以省去非常多組裝的時間 因為這一支的組裝過程 說真的很阿讚 非常的阿讚 玩具呢 當然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 它有一些附屬的額外配件 然後再跟各位講 那當然呢 楷牙 狙戰車 狙磚頭嘛 狙列車跟狙戰機 這幾支合體的 那當然我們先從它的一個 楷牙 我往楷牙開始來介紹 當然楷牙呢就是 這一次楷牙做的比 普拉好一點的地方在於呢 它基本上 整支楷牙的身上呢 幾乎百分之九十八的地方 都沒有使用到貼紙 除了它的一些小細節之外 這一支全部都是零件的成型色 所以這是非常棒的 對我這種把玩派來說啦 那身上呢 因為它使用的是RG的這個設計風格嘛 所以它會看到很多那種機械細節 我說過它就是你把它想像成是超合金魂的縮小版 這樣就對了 整體的瘦型態呢 就像各位看到的這樣子呢 就是長這樣子 它的 舊版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可動性當然非常的好 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 先看造型 然後呢 G站車 G磚頭啦 就是長這個樣子 兩支磚頭都可以旋轉 當然如果你條卡車 你也可以把磚頭塗成金色 可以自己做塗裝也沒有問題 當然它也是一樣分色幫你分的非常的好 基本上你也不需要塗裝 那這一支G磚頭的那個 特別的地方在於呢 你在組合這一支的時候 你會發現履帶每一個 都是獨立的零件 大概二十幾個零件 所以它的履帶呢 是真的可以嚕的 你會發現它履帶是真的可以嚕的 我們拉出來一點點 履帶是真的可以嚕可以旋轉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啦 我光看到這個我頭就忘了 乾爹說煮很久煮得很煩 因為你要煮四十個 二十二十嘛 四十個 煮到很心情很壞 那當然一些玩具的細節 這支都有做得很漂亮很飽滿 一些排氣孔什麼的 啪啦啪啦啪啦 好 G列車 列車就想這樣子 雙頭的一個 類似那種子彈列車的設計風格 兩個頭的前後都有 這樣 然後呢 這個地方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次呢 班代 班代佬也很有心的把 這個車窗玻璃的部分 這裡是貼紙 這個車窗玻璃的貼紙 它採用的是塑膠貼紙的那種設計 這邊是塑膠貼紙 很厲害的那種塑膠貼紙 那種類似像是那種玻璃麵的這種 像這種的啦 這種的塑膠片 下去做 所以呢 基本上是牽在裡面的 你也不用擔心會 掉漆或怎麼樣 碰水會怎麼樣 這個地方真的還蠻特別的 我都有點嚇到 那當然 下面有這種小小的輪胎 這種輪胎真的可以摸的 這邊這麼多輪胎是真的都可以摸的 不過我是覺得有點化蛇天竹了啦 那 但是細節是真的蠻漂亮的 一樣幾乎都是成型色 除了這兩個小小的玻璃之外 跟這個以外 其他都是成型色 所以不會有插進去 靠掉漆靠貼紙的問題 讚 OK 好接下來 是它的一個 G戰機 G戰機 G戰機呢 有一個 身上就會看到這種非常漂亮的線條 這個也是 塑膠成型色 前面這個三個G也是塑膠成型色 這支基本上呢 沒有使用到什麼貼紙 幾乎就是沒有 除了一些小細節之外 像這種小細節那種 它有一張細節貼 很細的那種 整張滿滿滿的那種細節貼紙 你可以選擇加裝點綴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沒有用到什麼貼紙 這個蓋子跑掉了 OK 那當然呢 這支特別的地方在於 這個 官方後續在別的頻道有 澄清說這個地方是它的推進器 這不是散熱孔 這叫推進器 推進器 這樣 當然啦 這個地方也是可以連動的 開一個四個就會全開 這樣 開一個四個全開 關一個也是四個全關 兩邊都可以 這樣 個人覺得非常的精緻 OK 當然你也不是為了看外觀 外觀等下我們再細節再看就好了 OK 那沒有的時候直接進入一個變形 當然呢這一隻 魔王鎧 這隻鎧是可以變形的 我們就沒有的時候變形 首先 中毛壓下去 整隻讓它站起來 腳腳把它伸直 腳腳把它伸直 這樣子 接下來 頭部的這個地方呢把它翻出來 這裡就會跟著連動跑出來 這樣 這邊 小小的卡扣先給它解開 頭部就可以整個拉出來了 頭部就可以整個拉出來了 這樣壓出來 然後呢 扣上 剛剛拉出來之後呢 這塊再把它扣上 這個就是一個卡扣 只要你扣起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 它就會穩固了 就不會壓下去 就壓不下去了 這樣 然後轉好之後呢 這邊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手部的關節 再做一個獅子形態下 這邊要把它往前旋轉 然後呢 拳頭這邊這個手掌的這個腳 這個獅子腳掌的地方 也可以只要做旋轉 這是一個額外的變形零件 然後把它向上翻折 拳頭又是一個額外的轉軸 這裡跟這裡是獨立的 好 這樣 再看一次 轉下來之後呢 這邊給它旋轉 然後這裡旋轉 轉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最後的最後呢 這個 看地方小腿很短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拉伸結構把它拉長 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款我王 鎧牙的那個 鎧牙的一個變形就完成了 鎧牙 整體的造型 有人說 臉看起來很可愛 這個面相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還OK啦 你說有嬰兒肥嗎 其實也不會 你說劇中什麼 它的臉很消瘦怎麼樣 各位可能一開始被 Mini Pula 或者是 CMS的那個面相給 插判了 事實上啦 其實它的面相 說真的 這個頭雕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像 它卡通裡面的造型 真的卡通 差不多也就這個樣子啦 不要用CMS當 設計跟那個板帶 它那個Mini Pula的設計標準去看它啦 所以真的這個頭雕個人是覺得還蠻像的了 所以起碼都是分件 那當然細節各位看一下 滿滿滿 把貼紙扣掉基本上也是細節滿滿 可動性方面呢 頭部這邊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旋轉左右 365度 然後可以像這樣 旋轉可以上下看 一點點的上下左右沒有問題 這樣 手臂這邊呢 它關節比較多段 你稍微看一下這邊一個旋轉關節 365度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呢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裡面這邊它是一個 額外的活動關節 也是可以像這樣平局 大概像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額外的旋轉 橫向旋轉關節 38615度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手部這裡使用的是兩個 一個二段關節 所以它是可以像這樣折區超過90度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那手臂這邊呢 手腕拳頭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旋轉365度沒有問題 那官方呢 特別幫它設計了一個 這個球型關節 拔起來之後呢 它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開手的手型設計 開手的手型設計 當然啦 這個手型呢 裝上去之後你就不能夠 就變形的話就會有一點點影響 所以呢 當然還是默認這種 拳頭手型 這樣 所以上半身的活動 手的活動是還不錯的 接下來呢 腰部這邊呢 這邊特別介紹 它使用了兩個關節 腰部這邊可以做到一個前後 前後傘 這裡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額外的活動關節 它可以向上拉出來 這裡的活動關節可以讓腰可以做到一個像這樣子的前後傘 然後傘到腰的那種傘 這樣齁 這塊如果稍微躲一下是可以做到整個弓下也是沒有問題的 有看到嗎 這就是板帶 模型事業部的一個誠意 收回去 腰部呢 一樣有一個腰部的旋轉關節 剛剛各位看到嘛 變形結構會使用到 三八個五頭旋轉沒有問題 那裡面這邊有一個球型關節的關係呢 它這裡有做空隙 所以是可以做到一個微微的左右的 上半身可以做到上下 這邊可以做到有點左右 所以活動力來說呢 真的是跟它讚 整個上半身就真的非常的棒 那 大腿這個骨關節使用的是兩個單軸 前踢腿大概像這樣沒有問題 後踢腿你只要把這個翻開 還是可以做到一個非常開的後踢腿 那橫向平 腳橫向劈可以劈腿大概像這樣子沒有問題 這邊也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可以讓它做到一個橫向旋轉調整它的角度也沒有問題 那膝蓋的使用是二重關節 這裡可以做到一個折曲兩段 超過90度沒有問題 腳踝這邊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 然後呢有一定的接地 裡面有一個一定的接地關節 可以稍微有點接地這樣子 前面腳趾這邊也可以稍微有點接地這樣子 所以光是這一隻 凱牙的一個把玩 感覺就很爽了 因為它除了造型好看之外呢 活動性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它是組裝模型的關係 所以它的關節 強度可能就沒有像一般的完成品這麼好 那這隻拿起來是很輕啦 畢竟是組裝模型 當然呢 各位有在看別的頻道也有在講 我們的G戰機也可以跟這一隻 卡牙座連動 那我們先給它G戰機的連動 我們先來介紹 那G戰機的連動呢 這邊基本上就必須使用到替換零件 這台G列車呢 它在連接到G戰機的時候呢 它必須使用到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額外的零件 你把它放在這個地方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額外的接駁零件 這個接駁零件呢 你把它組裝在這裡 兩個插孔 就可以把G列車跟G戰機合體起來 變成它G中的一個支援模式 這樣 這樣 就像這個樣子 那好不好看就看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怕假的 放到旁邊 OK那當然呢 比較廣泛使用到的呢 就是它的一個連接 就是這個東西 G列車左右 G磚頭左右分開之後呢 這裡 它有一個額外的小小的卡扣 把它翻出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可以跟你的 鎧牙的手 把它插進去之後呢 這邊 跟手腕扣在一起 這樣插進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支援型的這樣子 一個磚頭的一個支援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一個卡扣用得非常的 我說過它的關節把持力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呢 這個兩隻 其實很重 那你拿在手上呢 當然你也不要給它做出太多太激烈的動作 不然呢 很可能你的關節就會爆銷 爆銷力就GG史米打了 好不好 那除了這個兩個磚頭的連動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連動的方式 就是把這一支狙戰機組合在它的一個 楷牙的背上 就是一個連動模式 這時候呢 你只要把這個 剛剛看到這個小小的小卡扣給它翻下來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兩個肩膀的這個零件把它打成平的 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你只要把這個地方 這兩個凹槽對應到這個卡扣給它組下去 這樣就可以變成它的一個 整個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合體模式 這是一個支援的合體模式 當然配上腳架零件 這邊官方有附給你一個像這樣子的 像這樣子的堵卡扣的腳架零件 拖起來之後呢 你就加上你們自己 自己家裡買那個板帶的腳架 就可以讓它飛起來 這樣 卡扣吐了就飛起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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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當然這是它的一個 過渡期的一個支援合體模式 當然呢 這支玩具最主要的呢 還是要展現出我們家 高改革的一個合體嘛 對不對 我幹你也聽不懂 那當然 高改革的合體呢 就是必須把全部的 直接組進去 那我先 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合體吧 變形合體之前呢 我先把這個背包拿下來 再跟各位介紹 背包真的是扣得非常的緊 非常的安 那當然呢 這邊背包 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合體了 那變形合體的過程呢 這一支號稱是完全變形 說其實完全變形嘛 你還是會有兩個替換件 這邊這一個 噴氣口的地方呢 這個在原本舊版的玩具 就是正常就是要拉起來的 可是你根本就做不到 拉起來這個動作 所以啦 如果你 糾結完全變形的話呢 這一個 這兩個東西 你就不要裝了 不要裝了 就直接把它放在旁邊 擺碎 其實光這樣子看 其實也不會太難看啦 也沒有太糟糕啦 你不喜歡的話 就把它 拿掉 那當然拿掉呢 就是 名符其實名義上的 完全變形 OK 那摩托車直接進入一個變形 首先 你必須把 鎧牙的腳趾頭 伸直 然後呢 這一整段 腳關節給它收進去 伸直 收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把它的身體 旋轉 像這樣旋轉 然後呢 這邊 旁邊這邊有個裙甲的地方 我們把它 翻出來 像這樣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再做一次翻出來 然後這邊呢 這一款呢 跟Mini Pula 最大的差別是呢 它多了一個 可以把腳變粗的一個零件 這邊左右呢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左右稍微拉開的 這是一個很棒的細節 這個 Mini Pula沒有做到的 你看腳這邊就是可以像這樣拉開 沒有拉開之前跟拉開之後 雖然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最起碼它有做出來 讓你的腳的 大腿的地方會變更胖一點 看起來就會變得比較勻秤 這隻的比例真的也是很好看 這樣 然後把它這塊的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要來變形它的上半身 這邊 打開 打開之後呢 左右邊打開 然後把剛剛後面這個連接的零件 再把它往下壓 然後把剛剛後面這個連接的零件 這邊這個解開之後呢 這裡你會發現一整個通道都是空的 這個通道呢 就是可以把 這一隻 我們的拘列車 這個接駁零件 就不需要了 把整隻給它通進去 那當然呢 這一次最大的 最大的我覺得優點是呢 它通進去的地方沒有分前後左右 反正就是你只要記得 兩邊怎麼反怎麼樣都可以通 只要你把它通進去 通進去之後 通到這邊 只要放到一定的定點 分到左右邊放好之後呢 這個卡扣 往上扣 扣住之後這個火車就不會脫落了 它剛好裡面有一個凹槽嘛 就變成這個會把那個凹槽抵住 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把它兩隻手整個往後翻折 變成像這個樣子 當然啦 這邊建議各位把它的 就是那個 爪子這邊把它翻轉到 這裡來 翻轉到這裡來 讓它像這樣子 這個等一下會整個塞在它的那個 居戰機裡面 這邊整個就會變得 腰部就不會受到 活動的限制 這樣齁 當你完成合體之後呢 這個通軌料呢 接下來就是面臨它的第一個難關 就各位在其他的頻道都有看到 這邊 原則上啦 它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必須把這個地方向外拉開之後 才能把這個手從裡面把它翻出來 但是呢 說真的這個地方啦 我不知道 板代老爺心裡在想什麼 這裡它做的其實沒有任何的 可以挖出來的卡扣 或是任何讓它可以 拿板從裡面扣出來的卡扣 這時候呢 說真的啦 你如果與其在那邊慢慢 不如就借住一個零件 這是我釀魚康的釀魚康的寶寺 把它放在這邊齁 稍微輕輕的把它的 零件從這裡面把它扣出來 這樣 說真的啦 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把它什麼翻出來 折出來 沒有啦 這個就是這樣子了 說真的這個地方的設計 還蠻奇怪的 所以呢 真的你也只能夠 用你的釀魚康的把它從裡面釀出來的 我也沒有其他辦法齁 這樣釀出來 OK 那翻出來之後呢 就先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可以把整個往上拉 那變形到這裡先等一下 Standby 我們等一下來變其他的地方 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的背包 背包 這塊G戰機的背包呢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組裝 那組裝之前呢 當然它沒有辦法像一些 市售的手可以直接插進去 然後可以做到一個合體 沒有辦法 你還是必須要把這個手的地方 先從這個關節零件把它拔出來 這樣把它拔出來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組合 然後拔出來之後呢 這邊一整個隱藏的倉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翻的地方 然後可以把它翻開 跟這裡一起把它翻開 把它閃過這個零件 這邊剛剛你拔起手的這塊呢 是可以收納起來的 閃過這個零件 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呢 左右邊都可以翻起來 翻起來就看到它的頭 就會藏在這個裡面 接下來把這個零件 折過來 這邊有個二重關節 把它折過來 這樣 收起來折過來 然後整個像這樣子翻開 接下來把頭盔拿出來 幹你娘的 這邊有一個球型關節 會連接後面這個 像蛇腹的這個履帶的部分 這邊有個球型關節 把它塞好 這樣塞好 那當然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塊蛇腹的關節呢 它基本上就是用一條鐵絲 在裡面穿過去之後呢 然後用這個一個一個這樣零件把它穿起來 就變像這個樣子的效果 那至於玩久了會不會壞掉 怎麼樣 我不敢保證啦 畢竟它是鐵絲的 受力怎麼樣 不知道 反正其實啦 就算沒有這個零件 也還好啦 反正你就這個地方換掉之後 這個鐵絲外面都哪裡都有在賣 所以你再換一條新的就好了 其實沒什麼差別 那翻開之後 頭盔會發現它將分成一個兩個零件 那這邊你在別的頻道也有看到 這個口罩呢 其實非常的容易掉 為什麼容易掉呢 為什麼口罩做成兩個零件呢 因為它在劇中還有那種 就是中間口罩長出來的那個過程 所以會看到它的臉 凱牙的臉在裡面 當然如果你探究這種小細節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就口罩不要黏死 那如果你不探究這種小細節的話呢 當然口罩你把它黏死就好了 因為它真的是有合體到一半 然後口罩才突然生長出來 然後臉就被口罩遮住這樣子的動作 如果你重視那個細節啦 如果沒有就像這樣子 OK那打開之後呢 這個地方整個翻好 然後這樣子之後 我們要把它背包穿起來了 背包後面這邊整個空間 就是可以塞住整個後面這一整坨的手臂的零件 這裡給它翻起來 稍微翻起來一下下 這樣給它煮進去 從這裡整個給它放進去就好了 放進去它會像這樣穩穩的塞在這個裡面 基本上啦光這樣子就已經很穩了 它會整個塞進去裡面 會幾乎就算是扣住了這樣子 這樣 然後呢接下來你就把它的獅子的中毛這裡 旋轉這邊有個卡扣 煮到旁邊這邊旋轉 然後給它煮下去倒下去 這樣扣住 這裡也是一樣旋轉 至於轉的時候要慢慢的轉 因為它就是一整根的軸 如果不小心斬去你也是一樣 GG 什麼打 幹零件掉了 這個是分色零件 其實等一下它掉了 等一下再處理好了 先給它放旁邊 一樣這個卡扣給它扣起來 我先處理這個分色零件 就各位看到了 這個分色零件 因為這邊看到獅子的棕毛 全部都是零件分色 它都不是塗裝的 也不是貼紙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喜歡 不放心的話呢 就把每個零件都黏死吧 反正都沒有差啦 放好之後呢 只要兩邊接的好 插的好之後呢 它整個密合度就會變得非常好 不會掉就是不會掉 頭盔我們等一下再來裝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處理它的拳頭了 拳頭也是我覺得 這一支最大的問題之一 當然它在收納在這個裡面的時候呢 這邊左右兩個卡扣 你必須把它左右拉起來 這兩個卡扣就是為了要卡住 它的一個手臂裡面的一個 關節的一個自動點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卡扣 設計的真的很爛 然後那個推軸的地方真的很爛 如果你這樣子推 因為它是用這一塊 去推這個零件 把它的拳頭推出來 如果你這樣子推 推不出來的時候呢 你也不要硬去給它捏吹了 這時候呢 就借助一點工具 一樣啊 我們喵喜康的 把他的手從裡面把它抽出來 不要去硬 硬要強調這個什麼推 因為你看 只要你過了那個點之後呢 你會發現 他手可以推出來 像這樣 拳頭會這樣推出來 有一個 撐處理那個動作 如果你一直糾結要推那個動作的話呢 有時候這邊卡住了 你推不出來 硬推裡面的東西就會被你完斷掉 所以不要硬推 我個人是覺得有工具就借助工具 推完之後呢 這兩個卡扣再把它壓回去 這兩個卡扣壓回去之後呢 手就會被卡住 它就是壓不回去了 這邊就會整個卡住的 因為裡面就是一個自動器 推好之後呢 這個拳頭 大拇指的地方 第一節把它稍微翻出來 讓它呈現出一個握拳的動作 這樣就好了 當然手指頭是無止可動手 這個應該不用我特別跟各位再強調了 無止可動手 但是呢 我不玩它 等下跟各位講 然後呢 另外一隻手也是一樣 我們再做一次 當你發現這一塊 推不太出來的時候 左右先把它打開 不好意思 左右打開 你發現這塊零件卡在裡面 拳頭推不太出來的時候 當然 我說過 借助你的工具 把它從裡面稍微拉出來一點點 拉出來一點點 不要去硬推它了 把它拉出來一點點 這樣 再把它推出來 因為它裡面會卡住 設計的不是很好 壓好 這樣 一樣大拇指這一節 我們把它稍微翻出來一點點就好了 翻出來一點點 變成握拳的動作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把左右 這邊這一塊方形的零件 選對位置 你不要亂插 選對方向之後 這塊方形的零件 就給它組進去 它的一個手裡面 這塊關節裡面 給它組進去 沒有什麼卡扣就是組進去而已 這樣組進去 這樣 兩隻手的組裝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它的一個G磚頭 G磚頭一開始是像這樣卡扣扣起來的 分成兩邊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G磚頭這邊整個翻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額外的卡扣 這卡扣你要先把它調整成平行的 等一下我們要來組裝 然後後面這個履帶的部分 可以像這邊斜斜的把它拉開 整個拉到最大 這裡整個空間就是要讓你手指頭 把它翻起來之後 這邊有讓你可以操作的空間 兩隻都要做 翻起來之後 這邊把它往上翻 整個履帶把它往下拉之後 這一塊翻出來 這邊就是要讓你操作的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它的腳腳穿進去 左腳跟右腳一定要穿對 不要穿錯腳 鞋子穿錯會很難看 從後面看好了 從後面看 穿進去之後 因為你這塊零件已經翻起來了 它這邊就會變得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腳穿進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 這邊你會看到這塊翻出來的這個零件 這邊這個零件翻起來 就是為了要跟 這個零件呢 就是為了要跟這裡小腿的 這邊膝蓋這個位置 這個凹槽做結合的 所以這個你進去之後呢 一定要確實的把這兩個零件結合起來 確實的把它結合起來 這裡先結合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你再來扣後面這一塊腳板 壓好 這裡就很穩了 不會掉就是不會掉 然後再把這一塊 斜的零件把它推上去 這個地方 再壓第二層 就是一個很平時的壓好 第二層 這樣 一條腿的變形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我們再做一次 這邊給它伸進去 一樣照著方向給它伸進去之後 膝蓋這一塊零件 我們給它跟這裡做一個結合 等一下喔 這邊 因為膝蓋你一定要把這一塊確實的扣進去 這一塊一定要確實的扣進去 這樣 扣進去之後 你後面這邊 才可以給它扣起來 這邊前後都扣好之後 鋁帶把它推回去原本的位置 這樣 這樣兩隻腳就會變得非常的穩 都不會掉 這樣都不會掉 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要來穿它的頭盔了 當你把下巴黏好之後呢 這個頭盔 你把它這塊蛇腹關節把它放好之後 這邊把它放在後面 頭盔這邊這個觸角的這個多出來 凸起來這個地方呢 就會跟它頭盔裡面那個凹槽做結合 插到最底之後會聽到我卡一聲 卡一聲之後呢 你的我王卡牙的眼睛就會剛好對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時候你再來整理它頭盔的後面就好了 前後把它扣好這樣就好了 這樣 那經過了幾個很長久的變形合體之後呢 這一款我王卡牙的變形就完成了 那當然呢 身高呢我說過它非常的大隻 大概就是 又要把我的征服世界請出來啦 先給它放好 那征服世界 它的大概的高度就是大概介於16 17公分左右這麼高 它在越式礦泉水的 我王那個礦泉水的瓶的這邊 600cc礦泉水的這邊 那你們自己去看它的高度 你們的600cc礦泉水拿出來比 就知道了大概這麼高 那當然呢 大家比較糾結的嘛 如果作為一個這種PLA 這種板帶的這種RG 可動性到底表現如何呢 我們先看細節 再來看可動好不好 首先細節方面呢 這隻是沒什麼好講的 細節絕對是滿滿滿 各位光從這樣正面側面 背面看的整隻就非常的厚實 整隻都很厚的 它看起來是非常的壯 比那個SUMPAN MINI PLA的版本 感覺起來還比較壯 所以我說這隻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小隻的 超額金魂 下去看 廉價版的小隻的超額金魂 當然啦 扣掉這兩個 它就是完全變形 各位看到沒有替換到什麼零件 就是這樣子 打完起來就是非常的爽 那當然可動性方面呢 頭部它不會因為後面這邊有這個舌帶連結 它就變得很糟糕 可動性一樣是很棒的 左右 當然啦 三八十五度 你只要把這個取掉就可以三八十五度了 左右上下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依靠的就是 原本卡牙的那個脖子那個零件 肩膀這邊呢 使用的是一個單軸 可以像這樣橫向打開 旋轉 當然三八十五度做不到啦 因為畢竟它 後面全部前面也是乾色 大概平舉像這樣沒有問題 那橫向呢這邊裡面有一個橫向的旋轉 橫向的關節 這邊可以再拉出來一個橫向關節 可以讓它手拉到這麼高 這邊額外有一個橫向的平舉 這裡呢有一個旋轉關節 這邊有一個旋轉關節 手臂可以折去 一樣超過九十度 這邊有一個旋轉關節 這邊也有一個折去的關節 它是可以折到超過九十度的 但是呢這隻玩具它不需要做到超過九十度 然後呢 拳頭呢這邊有一個 拳頭的可動是裡面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旋轉 這裡是可以額外拉伸出來的 這裡是可以額外做到一個折區的這個動作 這是為了要裝 防護罩用的 這個防護罩用的 當然這防護罩的零件 我會跟各位講 手指頭呢 當然我說過我今天不玩啦 我就跟各位講一下就好了 手指頭呢使用的是 就是類似那種 一般的那種 RG早期的那種PG可動手 所以它手指頭呢 一樣就是我最討厭的一個小小的球關節 然後連接一節一節一節的 那球關節的 那個強度自然就不用講了 很爛 那當然搭配這一個 這一個 把它穿進去的這個零件 你把它的手手這個地方 穿進去之後 它可以做到 等一下 它可以做到 這樣撐起來啦 反正撐起來之後 就是一個防護罩這樣的動作 但是這個要額外真的很認真的去玩 我就不想玩了 就穿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裝防護罩的動作 這樣 手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額外的可以活動的關節 這裡跟這裡是分成兩個關節 所以手掌是分兩塊 兩塊關節 當然啦 可動性很好 但是因為球型關節 裡面這個第一節是球型關節 所以呢一定會 玩一玩就會掉 玩一玩就會掉 所以會非常的 你把玩的體驗會打折扣 所以各位我是建議 各位就不要玩它的一個 手指頭的可動了 說真的 有設計但是沒有很好 OK 那上半身當然可動就還不錯 腰部呢 跟這一塊左右的關節 它沿用的是 我往卡牙的那個關節 所以是可以 活動力來說是還不錯的 所以上半身是非常的及格 那當然 跨部這邊呢 這一塊是可以像這樣打開的 腳一樣可以前後踢腿 這邊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嘛 它特別做了一個巧思 就是可以讓這邊左右可以稍微拉開 增加它腳的那個厚度 這是一個額外的 算是巧思啦 然後這一次的裙甲呢 當然它使用也是一樣 像這樣子一個前後 它沒有辦法左右 然後這一塊是做到一個 這個是兩個三個關節 這裡是額外的 這裡也是額外的 它使用的是三個旋轉關節 當然如果你會玩的話呢 靠這三個旋轉關節可動性 這個裙甲就不會妨礙到了 然後呢 大家比較擔心的是膝蓋 這邊之前看別的頻道有講到 這個膝蓋如果你在摺區的時候呢 會不會摺太下去會影響到它的活動度 答案是會的 因為這邊這一塊零件呢 它這邊靠這個地方來支撐 還有這邊後面這一塊 剛剛一個接合的這個關節來支撐 所以呢 你只要摺的地方太過下去的話呢 這邊只要一脫開 腳就會整個噗開 所以呢 基本上 可動性其實它是可以摺到很下去 但是呢 你要小心 這邊是可以往下拉啦 可動性來說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以摺到整個超過90度 但是呢 前面如果沒有顧好的話呢 很容易就會分開 所以把玩上還是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腳踝這邊呢 使用的是一個單軸 單軸可以做到一個貼地 前後腳掌變形結構的關係 可以做到一個活動 這樣 所以基本上啦 Mini Pula做得到的動作 這一隻都做得到 甚至Mini Pula做不到的動作 這一隻也做得到 所以呢 說真的 其實就可動性來說 沒什麼好挑的 非常的棒 那 這一次啦 這一組 高蓋嘎裡面呢 附了一隻像這樣的一個 空間螺賴吧 空間螺賴吧 那當然呢 可能為了質感的關係啦 空間螺賴吧 這個地方 使用的是真的金屬零件 這個 這邊也是金屬零件 然後裡面加裝一個彈簧 所以這邊是有一個彈簧的那個 鍍蕾會 短夭夭的那個動作 短夭夭的動作 那這個短夭夭的動作呢 就是為了讓你 插下去 會有一個 揹起來那個嘛 那個動作 那這個東西呢 當然他也是可以放在他的手上 當然你把拳頭 整理好之後呢 這裡 這個零件 只要你順著把手插進去 這個凹槽對他 輕輕放進去 他就可以很穩穩的扣在他的手上 他不是靠拳頭去拿的 他是靠這邊這一圈 這邊 這邊有一圈 零件 這個地方 凸起來的地方 對準他的一個 手部的這邊 這邊一個凹槽 一圈 他是靠這個圈凹去做連結的 像這樣子 好 個人是覺得這樣設計是還不錯啦 因為後續不知道他如果要再多加裝什麼零件的話 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還會不會再用得到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設計是OK的 不是用拳頭去卡他 OK 那當然呢 天堂地獄破呢 本身你用這組可動手呢 他就可以做出天堂地獄破的動作了 但是我說過 他的那個零件 那個手指頭零件強度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呢 當然你一不小心手指頭就會掉件 那當然官方也很貼心的呢 班代佬也很貼心的 給了你這個 天堂地獄破的這個 零件 握手的這個零件 那你可以直接用這個零件來重現天堂地獄破 當然看你自己要不要啦 我個人是覺得這是一個必殺技 當然你要的話就可以自己這樣玩 如果不要的話就當然 這個東西就用不到了 放旁邊 OK 那當然呢這一隻拖了很久 大家都已經介紹完了 我才來介紹這一隻 說真的拖了很久了 因為 最近真的是也是事情很多啦 一直沒有空跟各位再分享 那至於這隻RG真的 要不要買能不能買呢 我是覺得可以買啦 但是呢 前面一開始講的嘛 現在聽說港澳呢 這隻現在炒起來了 價錢很硬 那當然我說過了 迷你普拉 我把普拉這種東西啦 就是板帶的這種組裝模型啦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它 載不載版的問題 因為組裝模型就是會載版 組裝模型就是會載版 那當然十彎會不會 我們就不敢保證了 但是組裝模型一定會 所以你第一批拿不到的人呢 真的不要急著去吃炒貨 等第二批 等第二批 甚至他這隻出完 一定會有金色破壞神 一定會有碧綠破壞神 以板帶這顆粉色公司的流星 一定會有這些東西出來 你也不用擔心買不到 你如果只是為了要玩這個模 當然隨便抓一隻都可以 當然如果你是一定要湊到 原色這個勇者王的原色的話呢 當然第一批買不到 等後面一定會再版 再版就一定是大貨 好不好 就像大家都講的很多隻 草媽一堆獨角獸什麼都不再版 價錢貴的要死 後面還不是一樣都再版的 所以價錢又是掉下來了 不要糾結 一定第一馬上就要拿到 好不好 那這隻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當然下面都可以留言 我們來做個QA 當然呢 喜歡這隻玩具的人 就記得一定要去購買 如果只是單純的想要看影片的話 就看看影片爽一爽就好了 好不好 OK 那當然這邊再跟各位講一下 說真的 不是我要顯 勇者王呢 說真的在這一個時間點 這幾年來 勇者王真是出太多了 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如果要有那個心要真的把勇者做出來 真的其他隻的角色也要努力了 不要都只有獸巫在做 牽直鏈在做 Good Smile在做 阿板帶你家 做都做的很奇怪 像上一隻的那個勇者凱撒 那個勇者凱撒 做在蘇鳳在普拉裡面 那個SMP裡面 勇者凱撒 你明明就已經有給了他一個非常漂亮的外型了 為什麼不讓他可以變形 為什麼不讓他可以變形合體呢 明明其實 凱撒的變形合體 ES凱撒的變形合體 說真的沒有很難 稍微動一點腦筋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做 偏偏給他做成一個可動玩偶 說真的很可惜 板帶如果真的有心的話 RG這條你還有心要再出的話 當然勇者王這隻我相信只是試水溫 後續會不會再出其他隻角色 可能就看你們購買的慾望怎麼樣了 板帶才會去考揚到底要不要出 當然啦 你們的支持是他進步的動力 如果你們無條件的去接收他所有東西 然後都不給予不好的反饋的話呢 板帶就被你們養得很肥了 就跟那個孩子寶一樣 被養肥了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 隨便亂搞了 如果你們想要廠商不要被養肥的話 當然就 不好就不要支持 好的東西我們再來支持 這樣子 OK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囉嗦太久了 謝謝各位 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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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